國內疫苗數量不足 全台民眾人人都想要趕快打到疫苗 沒想到昨天 台北市的這間好心肝診所 卻爆出領了115瓶超過千人份量的疫苗 結果診所不知道哪來的膽子 竟然違規給不符合施打順位資格的志工 偷偷施打 實在是有個誇張 雖然台北市長柯文哲 昨天直接在記者會認錯 重罰好心肝診所200萬元 並將衛生局承辦公務員移送正方調查 但這樣哪能平行民眾的怒火啊 外界質疑是不是還有更多的疫苗 也流到診所去 經過一夜緊急調查後 柯市長今天上午再次說明 包括好心肝診所在內共有6家診所 也同樣拿到疫苗 這個包括小核心診所 它有4個分店 破頭拿的大概是85瓶 好心肝診所拿了115瓶 最後還有一個核重診所拿了2瓶 所以總共是202瓶 我也認為我們這個管控還要再檢討 就是說這個流出去到底是 核准程序是怎麼做的 怎麼會讓這麼輕易就可以流出去 應該要有一個管控的方式 其中小核心兒童診所的老闆 就是國內鼎鼎有名的 婦產科醫師蘇以寧 沒想到這次意外捲入黑響疫苗風暴 今早蘇以寧受訪時含冤 疫苗不是去藥就有 當初是北市衛生局通知 有多餘疫苗可申請 聽到這個消息宛如天降肝臨 我們當然很高興 怎麼可能拒絕 對於外界說他們偷打疫苗很有意見 我們這幾天陸續跟台北市衛生局 有配罰我們總共85瓶的疫苗 那施打在我們診所醫護人員 跟非醫護人員身上 那我們總共的醫護人員 加非醫護人員的人數 大概有超過1000人 所以配罰85瓶 大概差不多剛好打完 那我們每天施打 都有按照回生局的規定 回傳臨診 林思宏也解釋 非醫院人員的部分 包括訪務 行政 儲物 阿姨等 會在各樓層流動的人員 也都符合施打疫苗第一類對象 現在也正在基塔核心診所 他們當時打的85瓶的 打的對象 是不是有符合相關的資格 唉 看到北市疫苗分配 整個亂成一團 也讓一向主打 公開透明的柯市長 決定以後疫苗也要公開透明 所以從現在開始 如果從台北市政府 衛生局發出去的疫苗 日期哪一個醫院 哪一種種類的疫苗 幾瓶 我們都會做一個公告 該道歉的講完了 柯市長畫風一轉 直接開槍中央 因為衛福部昨晚發文 強調指揮中心 尚未許可基層診所提供接種服務 但這個說法 就讓柯市長撞不到啦 立馬開噴反擊 其實事實的真相是這樣 這個我們現在這個疫情 在過去一個月 其實是很突然 所以大概中央也忘記了 他們在4月21號 曾經發了一個公文過來 重要是這個地方 若合約醫院COVID-19疫苗 庫存量過多 評估無法於校期內用地 未止疫苗有效應用 可在轄區衛生局人員協助下 將疫苗配送給其他合約醫院 非合約醫院院所或衛生所 需用者進駐使用 所以這個公文是 前後一直在變化的 所以事實上在4月21號公文 他就有說我們這個疫苗 如果打不完 要看看怎麼去把它打掉